那么首先欢迎大家来到深度学习的世界 那在咱们这个深度学习系列课程开始之前 我想先请大家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说咱们现在是不是说了很长时间的人工智能 尤其是在当下这个阶段 人工智能被炒得非常非常火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一点 究竟什么才是人工智能呢 大家可以看就是说在我屏幕左半边出现了这样一个小机器人 那么也就是说现在大家脑海里没准也浮现出来这样一个画面 我心中的真工智能它就是长这个样子的 有一个大大的眼睛能去观察一下周围的世界 然后它会把它看到的一些事物加以理解 最后它通过它的理解进行了一系列的决策吧 也就是说咱们现在认为的一个真工智能 是有一个感知加理解再加上一个决策的能力 那我们说咱们现在说这个人工智能 是不是说咱们一个目标是想我造出来这样一个机器人 这个机器人能够跟咱们人类差不多呀 那么人类最核心的一点是什么 或者说咱们人类今天能够站在食物链的顶端 究竟靠的是什么呢 其实它正是靠着这样一种学习的能力吧 咱们是一步一步进化来的 所以说一个学习的能力才是咱们智能的本质 然后呢如果说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 咱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 可能很多同学们都会告诉我这样一个答案 现在是一个大数据的时代 可以说现在很多公司或者说是很多企业 都在打着一个互联网家大数据家的一个旗号 可以说就是说咱们现在大数据的时代非常火 那么大数据跟人工智能有什么关系呢 可以这么说正是一个大数据的时代造就了咱们人工智能业高速的发展 为什么大数据会造就咱们人工智能的发展呢 咱们来想一想 我现在我想让机器人帮我进行一个决策 比如说我就要让他去过分辨一下 什么样是猫 什么样是狗 那是不是说首先我要教给这样一个机器人 长这样的是猫 长那样的是狗啊 那我们教给他是怎么样教的 就是靠咱们这些数据 我把大量的数据输入到这个机器当中 那么这个机器人呢就会进行一个学习 学完之后啊 他就心里有数了 这样的是猫 那样的是狗 所以说呢 正是这样一个大数据的时代 能够造就咱们人工智能快速的学习 有了学习的东西 咱们才能去进行下一步的发展吧 所以说大数据时代造就了咱们人工智能业的发展 然后啊 说到这个深度学习 深度学习这个事 咱们大家现在应该听起来比较熟悉 可能大家心里现在这样觉得 深度学习啊 应该是在近几年来刚兴起的一个行业 那到底是不是这么一个事呢 其实啊 关于这个深度学习 在咱们90年代啊 上个世纪90年代就已经有了这些神经网络了 比方说传统神经网络啊 或者是卷积神经网络啊 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已经有了 那个时候呢 美国的银行啊 就已经率先开始使用这个事了 他们那个时候啊 就是国外这帮人比较潇洒啊 他们比较愿意签一张支票 一签一张支票到银行 银行那些贵员啊 就得一个月看啊 这个签的什么啊 是不是他本人写的啊 要进行一个识别的工作吧 那银行人员就不乐意了 我天天工作量太大了 所以说他们让机器训练了一个网络 用这个网络呢 进行一个手写字体的识别 当时达到的效果还可以 但是呢 速度和效率简直太低了 因为什么 因为在90年代的时候啊 那个时候计算机的性能怎么样 那个时候性能是非常非常低吧 肯定跟现在是没法比的 所以说呢 深度学习啊 并不是在咱们现在这个年代 比方说是 2010几年啊 刚出现的 在咱们90年代的时候 就已经出现了这个事 只不过说啊 之前的一个计算性能差异比较大 所以说当时没有活起来 那么这个深度学习走进人们的眼帘 或者说它真正活起来是因为什么呢 这里要给大家介绍一个东西 叫做ImagineNet图像分类比赛 这个图像分类比赛啊 它是做了这样一件事 就是说 对上千万张图像 我要分成几千个类别 首先数据量是非常大的 一个千万级别的数据量 然后呢 你要分类的种类也是非常多的 总共也要分成几千个种类 咱们要把这些数据啊 分成几千个种类 好像来说难度很有挑战吧 那么在12年的时候啊 有一个叫做Alex的人 他发明了一个网络 也是流传到今啊 非常经典的网络 叫做AlexNet 利用这个网络进行分类的时候 咱们最终的一个比赛效果 他发明了这个网络 要比传统的机器学习算法 高出十几个百分点 那么他用的这个AlexNet神经网络 正是咱们深度学习领域啊 最常使用的这种卷积神经网络 所以说呢 在这个12年之后啊 这个深度学习 或者说是卷积神经网络 就一炮打响了 之后呢 就是一发而不可收拾 在每一年都会有新的 卷积神经网络产生 所以说咱们今天这节课啊 一个核心的内容 还是要落在这个卷积神经网络 当中来 但是呢 你要学这个卷积神经网络 咱们要一步一步去走 先把神经网络去搞定 再由神经网络迈向这个深度学习 嗯 然后呢 在这个16年时候啊 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就是说 谷歌啊 研发了一个机器人 叫做AlphaGo嘛 这个AlphaGo 当时是号称 打遍天下无敌手 那么韩国有个哥们叫李士时 表示不服 表示不服怎么办呢 AlphaGo 就跟李士时干了一下子 结果怎么样啊 这个AlphaGo 4比1 选顺李士时吧 那么AlphaGo 4比1 选顺李士时 证明了一件什么事吗 证明了谷歌比较强 还是证明了 AlphaGo的一个 一个力量比较强大呢 其实这些都不是重点 它是想告诉咱们 这样一个事 一个人工智能的时代 已经来临了 那么为什么 现在人工智能的技术 这么强呢 咱们原来是不是有很多机器学习算法 是不是说我把之前的很多机器学习算法进行了改进呢 其实咱们是出现了这样一个分支 叫做深度学习 那么说这个深度学习跟机器学习是什么关系呢 可以这样理解 机器学习领域是非常庞大的 在这个非常庞大的机器学习网络当中 有这样一个算法 叫做神经网络 然后呢 咱们现在学者又把神经网络进行了一个扩展 在神经网络里又进行了很多个改进 使得神经网络 就是说神经网络让它更庞大一些 以及它加入的细节更多了 那么利用这个非常庞大的神经网络 咱们就是可以使得最终你想要预测 或者说想要回归或者说想要得出来的结果 它的效果是更好的 那么这张图啊 是百度那个研究院 有一个深度学习研究院IDL 然后呢 它放出了这样一张图 就是说百度呢 有很多个人工智能产品 这些人工智能产品啊 它也可以用传统人工智能算法 也可以用深度学习的算法 那么做了这样一个比较 就是说 我们的一个横轴啊 是一个数据的规模 纵轴呢 是它的一个效果 咱们来看这样一个图啊 首先来说 就是说 在这个数据规模 还是比较小的层面上 在这个点数据规模比较小吗 数据规模比较小的时候 是不是说 深度学习的算法啊 跟传统人工智能算法 是差不多的啊 因为没有看出来什么差异吗 没有看出来差异 那我有必要用你这个 深度学习算法吗 好像来说 并不一定需要这个事吧 但是呢 大家再来看 随着咱们数据规模的一个增大 这个传统人工智能算法 跟深度学习算法 是不是说出现了这样一个分水岭啊 数据规模越大 咱们深度学习算法 它的效果会越好吧 也就是说呢 现在一个大数据的时代 我们数据的规模啊 普遍来说 都是比较庞大的 在这些庞大的数据量的情况下 我们用深度学习 就可以帮助咱们完成 很多很多咱们想要去干的事了 咱们来举两个例子啊 就是说深度学习能干什么呢 虽然说咱们现在没有讲到一些知识点 但是呢 先给大家来吹一吹啊 了解一下 深度学习啊 都能看到什么东西 首先啊 就是说我看到了左边这张图片 假设说是我一个正常人 看到左边图像 我可能会说现在有一辆黄色车 行驶在道路上 然后后面呢 有一些蓝色的树当成了背景 那么如果啊 我让这个计算机去看这个东西 计算机拿深度学习的程序一跑 它会发生一件什么事呢 它就会给咱们写出来这样一个字幕 也就是它理解出来的东西 我们看 它说什么 这个计算机看到 计算机说了 有一辆黄色的车 行驶在这个道路上 背景是一些树 跟咱们刚才人类想到的是 一模一样的吧 也就是说呢 咱们现在人类看到的是一个真实的世界 那么深度学习程序看到的 也可以是这样一个真实的世界的 咱们不妨啊 把这个事再给它说的高端一些 现在啊 有一门技术 叫做无人驾驶汽车吧 做的也是很多 做的也是非常火 很多呢 互联网大脑啊 这个苹果啊 谷歌啊 都在争相做这个事 然后现在特斯拉是做的还不错吧 它那款无人驾驶汽车 那么咱们想一想 这要做这样一个无人驾驶汽车 咱们需要怎么样去做这个事呢 是不是说啊 这个汽车要让计算机去开 它跟咱们人类也是差不多的 要往左看一看 左边是不是有个摩托车啊 往右看一看 右边是不是有个线索的牌照啊 前面看一看 前面是不是有一辆车呀 我不能追尾了吧 也就是说 在这里啊 咱们的一个无人驾驶汽车 要做很多个事 咱们往简单点说 它会做这样一个物体检测 看看旁边是什么 行人检测 是不是到人形道 有没有人啊 标志识别 速度识别 等等 很多种预测 或者说 很多种检测 很多种判断的一个操作吧 那这些操作是怎么样做出来呢 可以说啊 都是通过深度学习这门技术 才把自己的事情 给它完成出来的 这块有一个比较好玩的东西啊 像是一个K科技的事的 叫做一个Presma 就是PRISMA 这个东西啊 现在大家来说一下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 我们现在深度学习的程序 可以进行一个图像的融合 比如说 我选择一张图像 左边这张图像 我说它是一个内容 就是一个content 然后呢 右边有一个图像 我说它是一个风格 就是一个style 我们可以把图像的一个内容 和风格进行一个融合 得出来一张新的图片嘛 得出来右边 这张一张新的图片 那么右边这张新的图片 我们看起来 它就比较有性格了吧 咱们还可以拿深度学习 做很多种黑科技 来进行一个玩耍的